甲安湘公所 112年父亲节 共推荐有24位的模范父亲和10位好人好事代表 湘公所事前安排了拍照活动 为家庭来记录幸福的时刻 乡长游淑珍表示 爸爸是每个家庭的支柱 而父爱更是子女最坚实的靠山 因此特别提前进行典礼前的大合影 同时8月6号会举办一场隆重的感恩表扬活动 甲安湘公所透过各村领奖人选提报 并且由评审委员客观的会议决选 112年度共推荐了24位模范父亲 还有10位的好人好事代表 吉安湘公所特别安排了拍照合影活动 为每一个获奖家庭来记录幸福的时刻 感谢吉安的金牌老爸 24位的模范父亲 以及10位的好人好事代表 今天我们提早留下了非常美丽的 这样的一个照片 要来作为各自化的奖状的一个制作 我们相信在各司其职 撑起一片天也带来家庭经济的主要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们要透过爸爸节来办理 温馨感谢的一个感恩情 看到了今天家人大大小小 甚至于孙子孩子媳妇都来了 这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乐的温馨 我们希望能够把吉安湘带动一个感恩 懂得温馨友善而且有爱的环境 跟一个乡城 我们也祝福爸爸父亲节快乐 全家人平安健康 乡长游淑贞上任之后 每年父亲节表演大会 再增加了好人好事代表表扬 感谢在社区当中扛起了 寻手、异消和环保任务的志工爸爸们 在拍照活动之后 8月6号上午会举办 隆重的感恩表扬大会 也欢迎乡亲一起来参加 感受父亲节的温馨起分 这旅会吉安湘报道